究竟是什么任务让海豹突击队陷入如此困境 6小时前一架F-35战机在伊朗上空测试被防空的号机 不幸的是飞行员落地被武装分子围剿 要知道一名飞行员的含金量有失无价 不意外的美方对此事件尤为重视 然而中情局获知最新情报 飞行员似乎上海存活 目标为了躲避敌人三角测量 每隔三个小时会向军方发出求救信号 而最后一次获知方位 则是在波勒扎哈布镇东南测35公里 因此海豹突击对这次的任务 需要在大致方位抢先一步找到目标人物 很快行动开始 海豹队员乘坐运输机来到伊朗边境上空 采用浩浩跳伞方式高开高跳 能够在高空中 有效避免对空导弹的同时增加制空时间 可让士兵们顺利潜入伊朗境内 然而刚一着陆 海豹队员们就发现了危机 不过敌人的搜查也证明了目标大概率上还存活 因此必须加快脚步感在敌人前面找到 可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直到白昼的到来 海豹队员也根本没发现任何线索 现在每过去一秒 目标随时都可能丧命 不料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不好的声音 前方不远处出现细微的枪声 全员迅速戒备 谨小慎微地向前侦查 可一番勘察过后 只发现了三具早已身亡的武装分子尸体 并未发现任务目标 但他们惊奇地发现 一台无线电重复播放着一段枪声 然而很快 队员们敏锐察觉到这是一段摩斯秘密 获知线索美军立即动身前往 没想到刚一到达 前方就出现了枪声 海豹队员立即加入战 好在及时赶到目标人物安全保住 不过现在没时间浪费 毕竟这里还是伊朗境内 他们必须立即动身反常 而原定撤离点距离此地50公里 不意外的撤离的途中遭到敌人伏击 敌人占据高点并且人数进步 美军面对如此境地根本毫无胜算 因此海豹小队当即选择撤退 然而就是这一环节意外发生 等他们撤离这一处巨石之下 却后之后觉得发现队长没跟上队伍 原来队长为了掩护成员 并未成功拖起 可等他们发现时 前方的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在总部的增援赶来之前 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救队长 不料此时敌人竟派出了武装阿帕奇 这使得营救行动的难度再次升级 面对如此巨瘦 海豹队员根本毫无办法 然而就在这危机关头 总部的空中支援赶来 恐怖分子在两架F35的威胁之下狼狈撤退 最终此次行动任务圆满完成